我们非常惊讶地看到 美国3500多万人感染 61万人死亡 而且还有很多平民正在死亡的道路上 美国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进行过全面的反思 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抗议的失败而引咎辞职 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这也是令我们非常感到费解 甚至是愤怒的事情 更加令人感到愤怒的是 他甩锅他国 认为疫情是他国的责任 甩锅疫苗 甩锅福奇 甩锅世界卫生组织 当然也甩锅中国 那么这样的甩锅进程 实际上是把疫情当做了武器 所以最后报告的镜头 我们用了八个会冠来形容美国 刚刚奥运会结束 美国也非常在乎冠军 但是我觉得 美国不是抗议的全球第一 恰恰相反 客观的真实事实已经表明 美国是单之无愧的 全球第一 抗议失败国 全球第一 政治甩锅国 全球第一 疫情扩散国 全球第一 政治撕裂国 全球第一 货币浪发国 全球第一 疫情动荡国 全球第一 虚假信息国 全球第一 溯源恐怖主义国